稻米收割的季节对于体验室的农场 一星期间没有团体来报名 从收割晒骨到卖米都成了难题 现在就有农场逆境中求生存 稻米自己慢慢收割 晒骨采用架晒法作为活招牌 还搬出了脱骨机 若是遇到过路客想购买今年的新米 现场直接就实测稻骨的含水量 符合标准就现场脱骨 现场碾还附上了包装 让卖米成了一场特别的实浸秀 你真的是太湿的话 很容易就反潮 然后米就很容易就会吃货 所以数字越小代表越干 对 但是你又不能算到 11或12那个太干了 那个米不好吃 所以原则上就是大概 13 14这样子 只要14 15这个就可以 农场主人几年前自行添购 日本的粘米机 还有先进的两侧稻米含水量仪器 在团体割道体验活动之后 从晒骨脱骨到粘米的一系列工作 可以不夹他人之手 没想到碰上疫情 没有了团体体验收入 这些机器还反而成为了主要的身材工具 其实今年你看这个稻碎的话 它也都是蛮饱满的 而且这个稻碎的话 也都会蛮长的 比以往年的话会来得好一些 我们这边北部的话 今年其实南部在缺水 我们的雨水都没有缺 所以相对的话 在这个抽税的时候 就刚好有一些湿度 所以今年的稻子 我们这次连出来的米的话 都非常的漂亮 现年稻米飘出正正米香 落在首心 还可以感受到新米脱骨后的余温 相当疗愈 今年泡上了疫情百业萧条 各行各业纷纷转变经营模式 只为了逆境求生 而石门山区的农场 巧妙的应用了日常农事工作中 使用的机具 让稻米的新鲜好品质 更轻松的可以被看见 这条片和石门采访报道